放假在家小朋友们想吃披萨 我们准备自己做 带老大来超市买烤披萨的食材 小朋友都喜欢吃萨拉米肉肠的披萨 然后还要再烤一个虾仁的 披萨底也是买现成的 回家先把虾仁画动 切一些蘑菇和青椒做披萨的配菜 再把肉肠也准备好 虾仁把水分擦干 以免烤的时候出水 材料都准备齐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可以交给小朋友们了 老二爷来刷两下 番茄酱上面铺上肉肠 还有蘑菇和青椒 我再一边放了一些老干妈 增添点辣味 很好吃 最后撒上奶酪 铺满满一层 接着做第二个虾仁披萨 还放了一点菠菜 烤一个就够了 今天这两大盘肯定是吃不完 放了老干妈的披萨 真是另外一种风味 刚出炉的披萨 对老二来说太烫了 然后帮她吃一下